大家好,现在要来介绍葵水 葵属水,它是阴的水 阴的水 阴的水的规模是比较小的 就是属于小的水 小的水通常是,譬如说灌溉的水 下雨的水 然后小河小溪流那种就是 比较少的水,就是水 那水的特质我们 都是跟任一样是智 智慧的智 水属质,水基本上是一个 还蛮有变化,还蛮可以随着环境 容器而变化的一个元素 所以它基本上是属于有智慧的 很聪明的 学习能力很好的一个属性 当然是每一个属性都聪明 但是水就是它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柔软 它可以有很多的跟着遇到的环境而变化 反应的那个力道反应的很快速这样子 好,那水的作用 对,主要还是在玉木 对,玉木让木可以长得好 基本上水就叫做好运势 那通常我们还是会认为 水要偏少 大概就是走春天夏天 春夏孕大部分就 就会是比较容易是好运 那葵它跟任的不一样是它的 接受的 那个区间会更宽一点 它可以 它可以接受水再少 或是水再多 它都可以是好运 就是说 即使 秋天冬天 看搭配它也是可以是不错的 的一个发展 好,那我们来个别看它的搭配 会有六种 六种 会有搭配六种 六个地支就会有六个搭配 那我们知道 地支是代表月份 农历的月份 好 那农历的月份 我们来看 是2月 是 12 好 好 那我们来看 这个1231 我们还是给它写一下季节 因为这样比较 明确 456就是夏天 789就是秋天 41112就是冬天 好 那 我们来看第1个搭配 葵毛 葵毛呢是2月 2月份 春天的2月份 2月份的 葵水 毛 2月份的葵水 它是什么样的状态 基本上它是 春天的水 然后 春天的水 然后已经是一个 玉木的条件是很好的 因为它 它就是刚好春天是木旺 木旺的时候刚好就是灌溉 那可是葵毛有一个问题 基本上因为它是 格局是比较小的 是小的水 然后它又在 2月份 基本上是水是还蛮刚好的 如果说再热一点它就不够了 所以 葵毛基本上 这一组光是葵毛 这 这个搭配 的人基本上也是一个 先天条件很好的 因为毛的至上天干是乙 这是一个乙 天干生地之 我自己生我自己 时尚 时尚旺的一个日主 那我们的 这样搭配我们 就是会觉得这样的人 反应很快 很好 而且 葵毛在文昌的 十个文昌里面 他算是 非常非常 可以表现出聪明 是真的聪明 想法是可以执行的 是一个 相对比较 优秀 然后是比较精准的 的一个 一个日 所以葵毛日的人 基本上是 聪明 然后反应很好 然后也很 努力 这个成功率很高 这个是一个 先天条件很好的一个搭配 叫葵毛 对 那 再热一点他就缺水了 但是 我们还是要看他的搭配不够光 光是葵毛 就是一个不错的条件 看第二个 葵氏 走入夏天之后呢 4月份 的水 可是因为葵 它是属于 比较少的水 所以走进夏天 它直接就缺水了 跟葵毛比起来 葵氏就是一个缺水 它是就弱了 葵氏是弱的水 太弱 所以变成火旺 夏天本来火就旺 火 火旺了 好 火旺了以后水就弱 所以水 本来要克火 结果因为地质的 火太旺 火旺土就旺 就变得火土 克到水 地质克天干 因为它是属水 地质克天干是什么状态 就是说 譬如说我们在 铁锅上 然后 下面 是有火的 然后上面煮开了 煮开了上面水不多 然后水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来越少 就开始 滚了 然后越来越少 就是一个感觉是越来越弱 这是一个 水就会变得很 很忙 对 然后很忙又很弱 就是它 是一个很 很忙碌 又不得闲 对的状态 葵氏 这一种 先天的特质 就是 会给自己找 生活过得很忙碌 或是找很多事情做 那因为 氏的 地支 的意思 是火旺 它有一个 旺的 在里面 对 所以如果是一个 魁氏日主的人 基本上 他是一个 整体感是一个 想想的比较多 然后是一个忙碌的人 然后因为想的比较多 他也很容易造成 多虑 对 不然就是 要求比较高 然后 除了要求自己 还会要求别人 有这样的特质 对 那当然 当然这个 还是要看那个其他的搭配 不过 这个光是魁氏 他就是一个缺水的状态 自己是水 又缺水 感觉会觉得好像很容易给自己找麻烦 就是 好像已经很忙 还要再去做其他 答应其他的工作的 一个状态 好 魁魏 魁魏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水弱到一个极致啦 就是一个太弱的水 太弱了 水太弱 自己是水 水又太弱 这根本就是一个 好像 呃 会觉得 我 我在忙碌的事情 都好像 就 不完全为了自己忙碌 而为了 任何原因 可能是别人 可能是不得不得 比如说工作啊 小孩啊 家庭 或是其他可能性的 的忙碌 就会 让这一个魁魏的 就是整个 已经没有办法有自我 就是感觉很像 自己好像没有办法 分配 都是别人把 忙碌分走 让他这么忙 那因为夏天 这个六月 实在是太热 尤其这个水又这么少 要玉木来说 他又不够 所以这会有一种 呃 分身乏术的一种 感觉是 哎呀我的人生真的是 忙到好想休息 又没办法的感觉 对因为 为活土 又旺 土又旺 活又旺 对 真的是 如果是一个属性 日主是 睽未日的人 基本上就是一个 很忙的人 那有的 有的很忙的水 太弱的水 会因为忙到 脾气就不好了 这很容易 就是会造成 身体的一些反应 对 要注意 好 魁友 魁友呢 因为已经进入秋天 八月份的秋天 是金旺 好 金旺呢 基本上 地支是生天干的 因为金旺金生水 这种天干是心 心 金生水 魁友这个搭配呢 八月金生水 金旺 所以地支生天干 我如果是一个魁友日主的人 就是 天干 就是 我自己地支给自己生天干 我自己给我自己制造机会 所以魁友日的人其实反应很快 很好 他在任何环境都可以想办法活下去 这是一个 水 金生水的一个搭配 而且是很厉害的是他不用靠别人 他自己可以靠自己来想办法 所以这个条件其实 很不错的 尤其是 有 这个温度又 不会太低 如果这个魁友要来遇慕的话 其实是很不错的 如果是属慕来遇到魁友 基本上我们都会论他是好的搭配 对 所以如果是一个魁友日的人 基本上是一个 条件是不错的 在各方面 也可以掌控 很多 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 没有像前面这个 好像人生 都被掌控住了 对这个是 很好 而且魁友是比较 水不缺啦 他不缺水 对 对 基本上这个条件其实是好的 然后魁亥 魁亥日 这个已经走到 冬天了 10月份的冬天 好 那冬天就是水旺 很冷嘛 水旺 水旺的话 基本上 天干是水地之又水旺 自己跟自己旺 这一组基本上魁亥这个组合是一个水旺的搭配 水旺 而且是还 蛮旺的 是很旺的 可是因为 冬天的温度比较低 在玉木这个选项上 他基本上就会做得不好 对 所以这个 完全就是完全需要靠补火了 需要火 需要补火不然其实他的作用 他只是一片水旺 基本上 呃 作用就并不理想 但如果他有办法 走到春夏孕 逢浴到火 火旺的话基本上是还不错 对因为水不会缺 对那 力道也是够的 那如果是一个 魁亥日主的人 因为这个脂肠天干是水 是刃跟甲 刃 他有一个 有水在下面 所以这个 在 呃 天干是水 地之也是水的状态之下 就是说 他在 与人相处上 这个是论别人 别人嘛 魁 是自己 任就是别人 跟人相处上 这件事情上会常常有一些需要 在调整 需要 碰到的问题 因为魁亥他又比较旺 所以 他在自我 自我上 自自 呃自我的意识 就会比较良好 就是比较自我一点 那 常常跟人家相处 就会有一些 多多少少的问题 对当然 我的主要还是要补火啦 他才可以有发挥 魁丑 12月的水 已经冷到一个极致 太冷 水都结冰了 连原来的魁都结冰了 魁丑是一个结冰状态 是一个洞又结冰的状态 那 基本上他是属于稳定的 像这个钢 这个魁亥 基本上他的水 还没有真的结冰 所以他基本上 会似乎有可能泛滥的 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他 冲到的运势又比较冷 他容易是泛滥的 就很麻烦 这个魁丑 因为他本身 已经结冰了 结冰了 结冰 所以他是比较稳定 相对是稳定的 对 相对是稳定的 那因为结冰他也不会泛滥成灾 即使水多 他不会泛滥成灾 可是他在御墓这个条件 他就不好 对 那要让他有作用 我们怎样 还是要捕获 但如果是一个魁丑日的人 基本上他是不缺水 他是属于很旺的水 很旺的水 很旺的水 他不缺水 假设如果是一个 假设是一个魁未日的人 他逢到魁丑的运势的话 他就会补到水 那这个这样的搭配就还不错 对 那我们还是要看这个搭 这一个组合会在哪里 如果是这一个日主的话 基本上 他就是水很多很旺 那在个人特质上 他可能就会比较 更自我一点 然后他可能会跟人有一点距离 对对 那怎么样他 要开始有运作的话 要要开始 所谓的走入好运的话 还是需要走到补火啦 怎么样春夏运 在 平均值 水日主 都还是需要走到春夏运 才会叫做好运 才会叫做好运 因为他会有作用的 好 彂音乐 完全没想着 好运 好运